然後夾住之後 這個白鐵會比一般的金屬線還要 發熱量還要更大一點 所以還蠻燙的 大家要注意一下 扭緊之後 其實 軸直了就好了 如果你要把它扭到斷圓 這個斷裂面非常的平整 這個其實 學術上有找到一些答案 這個有興趣大家來討 這個面大家可以觀察一下 它正中央凹下去 兩個切面中央都凹下去 這很特別的形象 我們用顯微鏡給看過 然後 這樣子的軸裏做出來之後 我們就 直接 像這一面很平整就不用注意 然後另外一邊 我現在沒有直接量 等一下大家量的時候可以直接用尺 然後可以做個記號 然後我現在就直接量 這樣剪下去 我通常會退一點 然後你們可以看一下 就是 它做起來的長度好 所以 像我這樣剪 我就讓它稍微長一點點 那我留這個長一點點 是 要 來磨 等一下大家用這個要小心 等一下大家用這個要小心 還有 等一下大家用這個要小心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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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